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会跟大家见面了 咱们这里呢继续啊来看这个所有的偷稿 来到了武将争霸天王男主视频的一个下部啊 也就是这个第二轮的武将争霸 没关的是一个双boss 出门的第一关请呢爆了个bcd啊 因为这两个驴不会防 所以说呢掉上这个bcd呢在这里呢就是很轻松啊 那么这两个驴呢积成半残 然后呢再来一个令牌 梦幽可以的 呃这个ID我终于看清了 所有的ID叫零星蛋糕啊 掏出了我珍藏多年的8倍镜啊 终于把他的蛋糕 啊不是终于把这个ID看清了 好之后呢各位有什么素材想发给我呢 可以加我的企业号371159923啊 直接发录像文件或者录像号就行了 OK咱们这里呢继续来看啊 呃选择一个上梦幽 然后呢在上令牌的时候呢 按住A这也是个小技巧啊 换一句令的时候白按住了 令牌会有一个入场攻击啊 这样的话呢你不会在落地的时候就挨揍 这还是打武将阵霸里边 比较重要的一个小技巧 之后呢就是一顿骑驴看上门了啊 这样呢把这两个驴呢尽数祈祷 剩下这点血量呢自己扒了死就得了 一个A上下A踢死完事 呃没踢死没事再补一下 好结束 可以看到呢第一关呢很轻松啊 而且呢方案没什么问题啊 用一个比较弱势的令牌梦幽 加上BCD拿下 第二关呢可能要用傻狗 莲花傻狗 这个以前我在教学里也说过是吧 莲花起身安全招傻狗直接咕咕咕 然后找下线上去再一个 呃再一个找机会 虽然说机会被打着 但这里呢中了一个裸孝 哎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哎呦这个梦有走位 在晚上创一波 好这样杀害就打足了 换回来可以给个小必杀 漂亮 可以看到的思路非常明确啊 呃两个boss呢是肯定是要去其一 然后呢利用这个开场的莲花 打一个安全招啊 第一个失联命中 第二个失联呢是少了一个机会 第一次没成第二次成了 然后呢两次失联带一个必杀 这样呢再拿下单挑的下后院以后呢 气就是一个三技了啊 这下一关呢又有BCD了 这也是打武将的骂比较呃 常用的一个套路 基数关开这个BCD 偶数关啊打这个援军令或者散抠 之后呢这里选择在上线每一次等下后院的出招啊 然后呢在视频上部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连招造势是非常高的 这个调查呢一看就没少玩啊 轻车熟路 好这样呢拿下来第二关咱们来看第三关 第三关看一看准备有什么令牌啊 先爆个BCD打这个傻狗 调查那个BCD呢比较不好用的原因是经常会被怪防御啊 这里赶紧赶紧看一下个比较 因为这个曹张的后边狗是单单 还好没碰到这个张寥啊 因为张寥呢在这关发挥的作用呢是比这个曹张大的 傻狗是固定的 所以说呢这还是比较好的 好已经把傻狗击之半彩 然后调查进入红毒兜状态 看看这不然是准备散扣 呃换令了我也有散扣的 这个令牌不错啊 这个令牌呢从左往右的下场A呢几乎是无敌的啊 没什么怪能打破 然后这关呢如果打物理连招的伤害比较高啊 这个曹胚的令牌还是很好用的 这关用这个令牌呢比较的合理 然后呢还是啊 这个武将能霸双Boss呢就是秉持一个观念 先找到两个Boss里边呢要击杀的那个点啊 然后呢再去这个啥 再去打落单的一个怪 这个曹胚呢落单单踢的办法呢拖半瓶啊 很好用 而且曹胚不会防御 这里即便他上上线也没用啊 因为曹胚上上线呢会出一个呃 二连的轮固定很大 这下能收四一吗 好收到了四一 还有一个半瓶 没有选择压啊 其实刚才还是可以继续挨个半瓶的 这样呢再找一次机会 曹胚出招了直接揍他 哎还好反应比较快啊 AB躲过了这个大轮 好他死了啊这一招哎没抓到 这一招抓到了再见 可以啊这一关呢损失了个AB的血量 然后呢补了一点血 咱们来看下一关 下一关可以选择蟒王可以选择梦霍啊 可选择令牌还是比较多的 选择了一个沙木科也行啊 这关选择的令牌很多 沙木科打这个吕蒙的伤害偏高啊 这样如果上沙木科的话呢 先死的又是吕蒙了 沙木科在这里的话呢比较短啊 所以说呢你这个如何能开场找好位置 马上笑是一个关键的课题 这里把所有的怪引开 这个位置不错啊找的 其实刚才就可以直接笑了 因为调查那个顶墙跑的还得跑一会儿 呃耽误了一次笑的时间 不过不影响啊 拉开了距离接着笑 这时候换回来 像这个令牌用的就不好啊 早点换回来早点再换下一个就能提前笑了 他是多笑了一个空笑 耽误了一个输出的节奏 你看是吧 呃不然的话呢 这一轮的沙木科是可以消三下的 这样呢不出一万又是一个两下 哎你看是吧 少笑了一下 包括这下也是啊 就是你最后一刹明显怪是倒地的 你笑不上了就不要再笑了 呃马上换下一次的这个沙木科 笑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看到呢 又是啊耽误了一个出场的一个时间 但是呢这个伤害够了啊 他这关呢是用掉了所有的沙木科令牌 笑一下鲁蒙死了 哎呦好 这下有点被啊 鲁蒙蹦了 可以期待小道具了 选择一个梦游但是也行啊 他这个令牌是非常充裕的 他第一轮的这个 呃除了没有最强的这个下后院以外 其他的令牌呢 是美观的令牌 基本上都是尽数获得了 最后再查一下雕缠 啊好 给雕缠查好了 这时候不禁会有很多人问我 不对永恒啊 我也想看你查雕缠 我得去哪呢 一定要这样的问题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 这里呢 剩丹莫斯再说啊 这里是飞盘安全招 打一个这个66A的鬼 跟莲花是一样的 异曲同工之妙 然后呢可以看到呢 这里挨打就不掉血了 这个版本呢 有一个杀害保护机制啊 就是说你来到了这个真英雄的环节 哪怕你开的是天王难度 对方打你都不怎么疼了 为什么有这个机制 我也不知道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机制 啊 好 这样呢 是开掉了所有的必杀 两次的杀狗的咕噜 拿下了这个嫂子 这个司马仪只要倒地 基本上就是死了 他这里蹲着呢 是躲对面的狗 然后呢勾引司马仪的脑 啊 然后也是同时蹲着 防止对面蹿两下 好机会 呃打一个上下A 破对面司马仪的闪电啊 这里丹慕斯就马上进入了 无限效的节奏了 给各位介绍介绍 我在哪插条缠啊 我在哪插条缠呢 在这个抖音和B站啊 两个平台呢 同步插条缠啊 然后呢 你搜搜发知名这个ID 每天晚上呢 七点半左右 他一定是往左 哎 然后呢 你手机下达这俩地的APP 就可以看了 这两个招式累积 会打一下 果然可以看到 828第二点踢不上 然后呢 招式抽拳了 继续 828开 天女 然后再滑步 再828 这还没打着 快天女 啊 这是一个貂蝉的 三脚踢和四脚踢的区别 不过都不影响 这里只要你打的那招上还够呢 司马仪起身就是一直笑的 这样呢 司马仪呢 在生一整条血的时候呢 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啊 这是这个怪比较不厉害的地方 这呢 选择开了个B杀 那看来是下关用令牌 收三个气了 所以说索性开个B杀 这个B杀其实开不开都不影响 好 下关是固定阵容啊 直接是一个火修剑放倒以后呢 这个下后蹲 打一个这个起山弹圈招 然后呢 毒气毒上 再咕咕 之后前前咕咕咕笑 对面没笑 来拉倒 咕咕死 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呢 令牌的运用呢 还是非常的到家的 这几个令牌呢 目前为止上场的 梦幽 梦霍 傻狗 沙门科 以及这个曹胚 都是用的非常不错的 这一波呢 没打着陆续的伤害啊 等一会儿雕蝉打呢 就会比较的磨磨叽叽了啊 因为这个雕蝉的伤害 永远打不过沙漠科的啊 这一下呢 防反之后呢 以为对面中了 直接起一招 现在可以弄大虾了 大虾跟金珠都没用了 起大虾起金珠都行 他这里是想 修剑放倒直接起大虾 陆迅呢 还是果断的跳跃啊 该起道具了 这个道具后边用处比较小了 因为这个陆迅算是 单Boss里边很强的 尤其打这个短手的英雄 陆迅是非常造势的 好 一套十九连 然后 这是玉毒怪的走位 漂亮 陆迅在拖半屏之后呢 起身 他不是往斜上跳 就是往斜下跳啊 跟司马仪差不多啊 只不过司马仪不拖半屏 他拖半屏 二选一 选上呢就命中了 选不上呢就再组织进攻 然后没有选择弄球 选择弄个飞盘 行 飞盘的稳定性更高一点 然后呢 天女拔A 继续 再填 再A 收一个四一 猜一个对面的位置 猜猜往下跳 好猜着了 然后呢接着来 可以看到呢 像我视频上部所说的 对于这个基本上登场的所有boss 招式呢都充分的了解 值得怎么打怎么躲 然后呢 另一排的选择呢 非常的到位啊 这个呢就是比这个一般的玩家 就要连接非常的多了 好拿下 又BCD了 下一关又可以暴气了 而且下一关呢 可以用这个曹佩 这两个boss直接选择暴气 打虚处不得不掉血啊 也跟我视频上部所说的 这个人打重型boss伤害有缺度啊 打哪个重型boss都不打掉血 然后就这样 好 下一个Boss卡的比较及时 没来错 然后继续到枪里Boss 还有一个 还能补一个 好 然后看看他用谁啊 曹佩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马王比较干净利落 但是马王容易被虚处 抢着抢回去 或者被虚处防御到 倒是问题不大啊 但是这个马王顶虚处非常的爽快啊 一顶二连 一顶二连 非常的逮劲 好 这里呢 是这个虚处呢 一下没还手啊 远端直接前前蒙顶 剩一个这个黄盖 就白给了啊 但boss的话呢 又是一个傻子 可以看到是吧 在给这个玩家比较多的一个 援军令的情况之下啊 只要你援军令玩的好啊 第二轮其实是哪个人物区别都不太大啊 我指的是在有令牌的情况之下 你要是玩既令的话呢 那区别就大了 最后一个半瓶 把这黄盖拖死 这下很漂亮 这下呢 也是叼伤玩的久的一个精英啊 那个位置知道第三枪也打不上了 马上起8A 防止对面因为打不着 还手 这个跳就有点跳早了 他是想这个跳过去把司机补拳啊 因为刚才四招一时没打拳 就看到这个短手英雄打黄盖 非常不舒服 继续勾引对面出招 两轮 好 钻火是最大的破镜 直接跳过来 B A又没打着 这是一个攻击距离判断的一个失误 前前A直接抢招起手 然后天女8A就死了 没有选择直接打死啊 他这里应该是招式 四招一时算错了 好 最后呢 拖个半瓶 直接拿下 下一关就用当关的令牌就行了 下一关呢 你第一轮要是操培令就用操培 魏延就用魏延 然后最后一轮呢 就是也是常用套路啊 就是谁呢 他这里想用这个傻狗啊 咕咕 当然了 傻狗比较快啊 但是这个傻狗没有这个操培稳 不过呢 这个效率啊 就是不及傻狗 尤其这个武将争八玩速通的时候 这个傻狗令 那绝对是很霸道的一个令牌 然后像最后一关就简单了 最后一关几乎A人物通用的办法 就是司马依的令牌 加上这个BCD的能量就够了 那这么看的话 应该是个移命通关 招待野驴 招野驴这倒不厉害啊 因为招野驴的话呢 中间他那个小驴有缝隙 没有那么强 好 这里招了个野驴 正好装到了魏延 然后呢 拿这个操培打最后的一个气 剩下的道具可以都撇了 没用了 防反 起手啊 这下的话 因为天上的这个屏幕不好啊 这个可以看到 视野受限啊 看不到怪物这个掉落的方向的 不太好连招 这个呢 你玩的多可能就会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空武 照应的空武啊 好多玩家 在屏幕的中间都能随便空 但是呢 一旦到了屏幕的正上方 受视野的阻碍 可能就空不上了 这个常玩的 这个我说的这个东西 常玩的应该都会懂 打这个梦游呢 主要是加快一下进度 因为这个梦游没什么用了 包括包里其他的令牌 可以加快一下进度 包括这个小道具 应该也没什么大用了 变化放倒 然后没有拖曼神击手 可以扔了 这个 他可能是想开场 扔个毒气下一关 然后跟司马一挠两下子 也许是有这个想法吧 换了个驴 开场攻击 加顶 然后加前前A的拖曼瓶 顶一下 如果对面放暴风雪 就换回来 没有什么问题 OK 这样呢 BCD 加司马一 毒气 果然 他想看上脑了一下子 脑 下山A 他这里呢 把速度的目标 锁定在吕布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貂蟬的BCD 打吕布是有伤害的 然后吕布呢 他也不会防御 但是正常来讲 一般这两个暴风雪 牵死的是操操啊 就用司马一的情况下 这里全都BCD了 看来还想奔个一并打 然后继续下山A 这样呢是吧 打吕布的伤害 加上还是比较显而见的 这比较开扫了 吕布在屏幕中间的状态起身 大概率会蹦 所以说BX开完一点就好了 这个BX得早拍啊 因为曹操在你面前的 你又等曹操就干你了 这里加不加血无所谓啊 反正先锁定的这个击杀目标是吕布 曹操累加就加 不累加就不加 现在最怕的是啥呢 吕布引身 所以说呢 这就司马一的下 开就得早 还行啊 正好 这下实际开得非常好 为啥说这下好呢 因为吕布起身 它大概率是砸 但不是百分之百是砸 像刚才这个实际开的这个效 就可以一控二 又防对面的砸 又防对面的起身A 这里呢 想要看场攻击 直接一套起死操操 再借一个拼一个插就死了 有没有 漂亮 一并通关啊 可以看到造纸就非常的高了 是吧 那么好吧 我是本期的解决横 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给我点上免费的赞啊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